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刚一起学习的这一篇说院的一篇文章 主要强调是尊贤 那我们翻到这个六十页 齐桓公问于管仲 这一段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 无欲使 绝辅于酒 肉辅于主 得无害于罢乎 齐桓公问管仲 我想要这个欲就是想 这里应该是有笔物了 应该是十九辅于绝 绝是指酒杯 应该是十九辅于绝 不过为什么不改呢 因为他原文是这样写 我们可以在 古代这些学者就是在后面注一下 应该是笔物 他不轻易改原文 因为开了这个头 我怕后面的人乱改 所以这个齐桓公很有意思 他这句话就代表 他比较奢侈 所以他想让这个酒 放久了 在酒杯里坏了 这个肉 在肉板上腐烂了 这个主是指 切菜切肉的板子 这样的奢侈 会不会有害于霸业呢 齐桓公也挺有意思的 他把自己的缺点讲出来 管仲对约 管仲对答的也很妙 他说 此极非其贵则尔 然亦无害于霸业 刚刚讲的这个情况 非其贵 就是不是 一个富贵 高贵的人 应该做的事 因为这个奢侈 不可取乏 这不是一个君子 应该做的 但是这么做的呢 也 无害于霸业 因为霸业的关键 还不在这里 接着桓公曰 何如而害霸 那怎么样 哪些行为 才是真的对霸业有 害呢 这管仲对约 管仲接着说 不知贤 害霸 这个霸业 必须要有贤才 来辅佐 刚刚那篇文章里面 有一句话 很重要 叫国不务大 而物得 民心 左不务多 而物得 贤俊 有没有 好 文章很长 关键那几句 把它背起来 就受用了 所以不知道贤德之人 这个没有办法成就工业的 所以不知贤 害霸 知道了他是贤才 而不用他 害霸 用了之后 又不能让他 承担重任 害霸 承担重任 任而不幸 承担的重任 你还 有怀疑他 不信任他 这也害霸 你信任他的 父使 小人 参知 就还身边有一些 小人 或者 没有远见的人 给他爱手爱脚 干扰 干预他 这样也害怕 还公 说 善 所以从这一段话 这个尊贤 容不容易 尊贤不是说 知道他是贤德 他就能为 整个团体 国家 做事 还要 知他贤 还要能 用 而且用 而且用 还要 唯以重任 认了之后 还要信任 还不能派 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干扰他 这样做的 才是 真正 尊重 这个贤德之人 所以这个尊贤 不能是口头上 说说 不能是做样子的 要具体落实在 这些关键上面 下一段里面 有提到 鲁人 攻 避 这个字念 避 鲁国 攻打 避 这个地方 真子 辞于 避君 曰 真子 向这个 弊帝的国君 告辞 说 请出 就跟他 告辞 说 我要走了 叩霸 俄后 赴来 这个军队 离开以后 我会再回来 如果派军队 来攻打 我不在的这一段时间 请姑 无死 狗死 入无色 拜托你 帮我看一下我家 不要让小狗跟野猪 跑到我的 房子里面来 真子 给他 交代 拜托一下 这个 帝君 约 大家想一想 这避国的国君 听了感受怎么样 我大难领头 你不跟我 同生共死 还叫我帮你看家 这帝君 就是说了 寡人之余 先生也 人无不稳 哎呀 这个我整个国家里面 谁不知道 我对先生尊重呢 没有人不知道 这个事实 经辱人攻我 而先生去我 经辱国攻打我 先生居然要离开我 我 我胡守 先生之色 我何必 还要守 你的房子呢 所以大家 感受一下 其实这个 帝君 能不能懂 真子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 贤德之人 在点人的时候 是很含蓄 很委婉 我们要会听 要善用心 就知道人家的意思了 鲁人果攻必 而属之罪实 这鲁国 果然攻打必 而且 提出十条罪状 责备必君 而真子之所 真则九 真子 其实平常 归劝 必君的 力争他要改善的 就占了九条 所以大部分 真子 在平时 早就都提醒 劝告过 必君 必君并没有 真喜 真子的 劝告 辱师罢 这个罢就是 退君 辱君回去了 必君 复修 真子 社 而后 淫致 这必君 赶紧去 整理好 真子的家 然后 把他 迎接回来 所以 尊贤 不是口头上 也不是 做样子 这样 其实 贤德之人 他可以感受到 我们那个 诚心 不足 甚至 还有可能 变成什么 尊贤 也是 孤明 钓鱼 要做给别人 看说 我很 尊贤 其实 我们 假如常常都是要做给别人看 虚荣跟名利心就在其中 就污染我们的心 道德学问上不去 都应该是体会到 圣贤人这些教诲 都是帮我们恢复明德 恢复本性 都是在自己的习气当中下功夫 这个叫会学 那耗鸣虚荣本身就是习气 那做个尊贤的样子 看起来是依教奉行 还是染拙 所以 孔子在论语里面 也是强调 巧言令设 聚功 这话都讲得很好听 道理一篇一篇的 但是行为没有跟上自己讲的 这都修成 卫君子了 表面上 对人都非常恭敬 但是事实上对人 没有真诚 甚至背后还讲人家的坏话 赢得很多 社会大众的赞叹 孔子觉得这样的行为 是不妥当的 所以下面也举了一段 这个历史 刚好子路也问于孔子 曰 治国如何 这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 关键在哪里呢 孔子曰 在于尊贤而 贱不孝 能够尊重贤德之人 这个不孝是无德之人 品德不好的人 这个贱就是远离 其实我们 看这些历史典故 都离不开论语跟世俗的教会 我们 在中庸里面讲尊贤 这些关键 接着呢 子路曰 因为子路听了孔子说 尊贤见不孝啊 是治国最关键的 他马上脑子里想到 有一个地方 这个忠行士 他很尊贤见不孝啊 结果他的国家是灭亡的 显然 子路啊 看得浅 孔子看得深 所以 这个子路曰 犯中 行士 尊贤而 见不孝 其王何也 他怎么会灭亡呢 孔子 对约了 约 犯中行士 尊贤而 不能用也 看起来 看起来很尊重贤德的人 但是他却没有重用他 当时 当时孔子到魏国 魏灵公也是 号称尊贤的国君 结果当代的圣人去他那里 还是没有被重用 所以魏灵公也是号一个尊贤的名 见不孝而不能去也 虽然他强调要远离无德之人 可是呢 看他身边还是有很多 无德之人 所以 他只做表面 慢慢的 他身边的人 人心都会起变化 贤者知其 不己用而愿之 日久见人心 他这个尊贤是做表面的 所以贤德的人知道 他不己用就是不用己 他不会被重用 那等于是 无礼于这些贤德之人 当然人家就会埋怨而愿之 不孝者知其见己而愁之 这些无德之人也知道 这个国君其实也瞧不起他们 但这些无德之人 他就会动歪脑筋 他就会仇视领导者 所以贤者愿之 贤德的人埋怨的 不孝者仇之 不孝之人又仇恨他 冤仇并前 这个怨气跟 这个愤怒 仇恨 同时聚集 焦急而来 忠行事虽欲无亡 得乎 这个忠行事 想不灭亡 可能吗 得乎就是可能吗 所以这两段 也是提醒我们 这个尊贤 一定是真正的 关键的 在要听贤者的话 进而去做 然后利益了自己 利益了国家 这个是这些贤德之人 最欢喜的事情 他又不是为了名利而来 为了俸禄而来 他是为了利重而来的 所以大学里面 有一段话说 见贤而不能举 举而不能先 命也 见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远 过也 这一段话的意思 就是见到贤人 不能推举又不能用他 这个是怠慢 不敬这些贤者 见不善而不能退 就是不要让这些不好的人 来把持这些重要的位置 甚至于退了以后 你还要远离他 不然还是会受他影响 假如不能远离这些 无德之人 那自己就有故事了 前面我们讲到齐桓公 他知道艺牙塑雕 开放不好 管众都提醒过他了 他没让他们当宰相 有没有退 有啊 见不行了 有退了 但退而不能远 把他们辞退了 没让他当官 但心里还想着他们 突然有一天受不了了 哎哟 想吃好吃的 又把艺牙找来了 想玩好玩的 又把塑雕找来了 把这些不好的人又找回来了 所以事实上呢 人假如不能把很多内心的这些不好的欲望去掉 很容易又赶来无德之人 到身边来了 所谓方以内聚 物以群分 一般都讲物以内聚 所以这个人生的因缘呢 都靠自己的心去感召来 是发自内心 尊重贤人 发自内心 希望把事做好 希望能利益更多的大众 自然这个缘就能成熟了 好 孔子在论语当中又讲了一段话 这个对我们尊贤这个议题也是很重要 孔子讲在《直喊第九》里面提到 法语之言 能无从乎 这一段话大家记得吗 改之为贵 训语之言 能无悟悟 悟之为贵 悟而不易 从而不改 无莫 如之何 也 疑 大家应该对这最后一句话有印象 无莫如之何 也疑 的意思就是 孔子说 那我也拿它没办法 这个圣人的感叹 都是我们学习当中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点 法语之言 就是人家 义正词言的 劝告我们 而且讲的话都是跟经典相应的 这叫法语之言 我们听了 是是是 对对对 这个就是从 是是 哎呀你讲的 对我太重要了 都是我最缺乏的 都是我最严重的 很好 代表接受了 重复 但是不是在那里点头是是是之后呢 回去还是不改啊 那不是还是 没有把 这些长者 这些善知识的话 记在心上吗 那只是表面上做 恭敬的 这个回应而已啊 那是表面上 因为 是是是 刚好想到第四国有一句话叫 闻欲恐 闻过心嘛 对对对 我赶紧要装着都听进去的样子 所以有没有听进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接着去改 假如 这些长者善知识给我们讲完以后 我们一样也没改啊 下一次我们在那里试试试啊 人家心里怎么想 又在装呢 有时候自己装自己在欺骗自己 自己不知道 然后旁边的人讲了一句话说 哦 他好谦虚哦 人家怎么跟他讲 他都是点头接受 结果 我们一听啊 还觉得挺高兴的 嗯 你看 人家蛮肯定我 这个态度呢 看我都 闻欲恐 闻过心 其实当下人家一称赞 自己一高兴啊 叫八风又动了 所以这个修行啊 得时时不欺骗自己的起心动念才行 得不被自己卖掉才行 所以听了这些好的教诲了 要用心的改自己的问题 改之为鬼 越改这些善知识啊 他越欢喜 哎呀 你是真受教 如此 可教也啊 他会更疼惜你 为什么 他没有私心嘛 他就是希望为民族 为圣教 多栽培一些后继人才 所以有没有敢得善知识来帮助我们呢 还在我们的态度 而这个态度不能做表面的真干 得从真实心中去领受 去改 改之为鬼 这个能改才是最可贵的 训语之言 这个训语呢 有包含比较婉转的 或者是称赞的言语 肯定我们的言语 听了挺受鼓舞的 能无悦乎啊 人有时候还是需要鼓励的 但是意之为贵 这个意就是能生思啦 哎呦 我有他讲得这么好吗 他是过欲我了喔 哎呀 不能致满 好好地 在加工用恨来提升自己 这个就是意之为贵啦 悦而不易 听到称赞的话呢 很高兴 但是不去反思 那就陷在高兴里面喔 就陷在要人家称赞里面喔 之后没人称赞了 就没力气了喔 所以悦而不易 从而不改 只是在那点头 好好 你讲得太好了 我接受 但是不去改过呢 那这个 孔子就讲了 那他都这样自我欺骗了 那谁帮得上他呢 那 假如这个善知识 给我们更讲实话了 那反而我们 面子挂不住啊 恼羞成怒啦 下次不跟他见面啦 或者是生气了 背后还骂他啦 那人家不躺 不躺这种浑水 所以我们能得身边这些 善知识多大的利益啊 还在我们自己的态度 要真干才行 不能落在表面上啦 好 所以大学这些话 中庸的话 包含论语 都提醒我们 这个尊贤啊 最重要的 依教去奉行 好 我们 回到 这个序语啊 讲的 上者恩赐有加 下者 鞠躬敬粹 礼行于 君臣以 当然 为人成者 这个鞠躬敬粹呢 就是功敬 谨慎 尽心尽力 做好自己的本分 礼行于 君臣以 定醒 温静 初故 反面 礼行于 父子 以 前面我们讲 孝涕这个部分 讲的比较多 这里就 不再 陈述 当然 我们也 从这个 定醒 温静 初故 反面 这些 要求孩子的 生活礼貌 重要还是 长他的 恭敬心 长他的 爱心 长他的 细心 长他的 责任心 都是在 这些 为人子之理 当中 慢慢的 内化 比方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那 诸位 学长 请问您 什么时候 只要有 吃的东西 都会先想到 父母长辈 您什么时候 养成的 有没有人说 是我三岁 那一年的 三月 五号 不可能 这叫潜移 默化 就内化 所以这个家教 重要 外内 外内 未证 何而有别 理行 与 夫 妇 已 这里 这里 这个外内 未证 主要就是 夫妇 分工 男主 外 女 主 内 这 这个 何而有别 别在 职责 不同 那我们想一想 女子 主内 是相夫 教子 这个家 心不兴旺 女人 占的 关键 最大 所以这个 男人 很清楚 这一点 对于 妻子的恩德 妻子的付出 不敢忘 时时念着 这一份恩 所以他们相处 起来 非常 和谐 彼此 感激 对方 这个不是 我说的 孔子说的 孔子在 孔子家瑜 里面 有讲到 妻爷者 孔子一开始 是说 三代明王 必敬 妻子也 这些圣王 都非常 尊重 他的 妻 妻子 然后呢 重视 孩子的教育 这个妻子 包含了 太太跟孩子 因为 孔子接着讲 妻爷者 亲之主也 子也者 亲之后也 敢不敬乎 敢不敬余 妻子 这个亲是指整个亲人家族 这个主就是 这个家能不能和睦 能不能兴旺 最重要的主角是谁 太太 大家有没有听过 家庭 祖父 典故从哪里来 明白了没有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中华民族 不尊重父女 这个乱讲 你们有没有听过 家庭 祖父 有没有 没有啦 那个电影乱叫的啦 那个没有依据经典 家庭 祖父 那为什么叫太太 不都是彰显了一个女子 在一个家族当中 的重要性吗 周朝出最多圣人 就是因为 他们的太太 好几代的太太 都是圣人 都培养出贤德的后代 太疆 太刃 太士 这三代的女圣人 成就了周朝 好几代的圣贤 子孙 而子爷者 孩子 亲啊 这个亲是指父母 祖宗啊 这后也就是 孩子是我们祖宗啊 传承下去的后代啊 我们要教育好下一代 才对得起祖宗啊 才对得起祖先啊 成先 起后啊 既往 开来 所以古人啊 懂这些道理的 对于教育孩子都摆在第一位 他生怕自己的孩子 没受好的教育 有辱祖上啊 那就是他大不孝了 好 所以这个和啊 来自于互相的尊重 跟互相的感恩 所以理行于夫妇 长幼有序 长幼有序 伯有众公 理行于兄弟 伯是指哥哥 有是爱的意思 众是指弟弟 公是公顺的意思 理行于兄弟 这个在之前 T的主题呢 我们也谈过不少例子了 接着呢 药群敬业 无相聚于邪谈 理行于朋友 这个药群就是和群 跟人啊 都能和睦相处 不会发生冲突 敬业 这个朋友 同学之间呢 非常尊重学业 尊重事业 家业 所以交朋友啊 最重要的是 提升自己的 德行修养 论语里面才说啊 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 无相聚于邪谈呢 朋友之间道义相交啊 有缘相聚啊 都是要彼此提升 彼此成就 而不是谈一些 没有意义的事 甚至于是 谈一些会增长 邪师 那就更要不得了 所以无相聚于邪谈呢 就要做到呢 不心事与啊 要再正论 只要跟经典相应的 这些道理啊 听了就非常欢喜 而不是谈人家的影师 谈得很高兴 比方 有一个名词 叫八卦 是吧 那个都是违背教诲 叫相聚邪谈 就是谈八卦 朋友的道义当中 应该是不言朋友的影师 不在别人面前 谈他的家庭 谈他的缺点 谈了那就有损于 朋友的道义了 好 所以以文会友啊 这个以文会友 其实就是要在正论 然后以朋友来辅助自己 提升道业 提升这个人德之心 那交朋友当中啊 历史典故里啊 最具代表的是 哪一对朋友 我们说这个朋友 很知心啊 然后 刚刚讲的文景之交啊 都会想到 管众跟报俗雅 我们说管报之交 俗话又说的 人生得意知己 死而无憾 可见得啊 这个朋友 能够心心相习啊 共同的 志向 共同的目标 又共同成就彼此的道业 这是非常难得的 朋友 姻缘 那我们 一起啊 来看 这个 管宴列传 史记 在四十四页 这里提到呢 管众跟报俗雅的 交往过程啊 司马迁选到这篇文章啊 可能 他也有感触 因为 司马迁当时候呢 遇上了 李灵 投降 匈奴 但是 司马迁觉得呢 这个李灵 是因为啊 当时候 派的援兵啊 都没到 可能是 他的权宜之计 他不是真正投降 或者传的有物啊 所以他替李灵 说话 哇 那个 汉武帝那时候 特别生气啊 他还替李灵 说话 最后被 关入狱中啊 然后执行 攻击 所以也很凄惨 而当 他下狱的时候啊 这么多的 朝廷 同仁啊 却没有人 替他讲话 那可能也是感触良多啊 所以这一篇文章里面呢 就比较详细啊 有谈到 管众跟 报属雅的 交往 过程 我们来看 文章 管众 已无 者 引上 人也 管众 众是 智 已无是明 管已无 自重 管众 已无者 引上 人也 这个引上呢 是在现在的 安徽 神 少时 常与 报属 雅 游 少时 应该是 年轻的时候啊 常常跟 报属雅 交朋友 这个游 是 交游 报属 知其 贤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报属雅 深深了解 管众 是一个 很有 贤才 的人 管众 贫困 长期 报属 管众 家里 比较穷 结果 跟 包属雅 在南洋 做生意 长期 这个 漆 不是 欺负 是占便宜 赚了钱 多拿点 报属 忠 忠 善 欲 之 这个 忠 就是 至始至终 善 就是 善 欲 就是对他很好 善 欲 之 不以为言 他度量也很大 不会去计较这些事情 不以为言 就是 不会说些什么 批评的话 宜尔 报属 是其 公子小白 这个宜尔是后来 报属 侍奉 公子小白 管众 是 公子 邱 他们 各 为 其主 及 小白 立为 还 公 后来 公子小白 先 回 齐国 当了 齐桓公 公子 九死 公子 九 没有赶回 齐国 就死了 管众 求焉 管众 被 关在牢里 因为 他要射杀 齐桓公 报书 遂禁 管众 这个 报书 牙 我们刚刚提到的 七十次 推荐 管众 最后 齐桓公 接受了 管众 既用 认证 于情 管众 被重用了 认证 秦于情 就是把齐国的政治 这个重任 付托给 管众了 齐桓公 已罢 齐桓公 最后 成就罢业 九和 诸侯 这个九和 有好几种说法 史记里面 记 确实 有九次 另外 经典 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 揪 就是 督导 的意思 再一个说法 是这个 揪 句的意思 不管哪一个意思 都讲得通 就是多次 把诸侯团结起来 抵御 这些 荣敌 外患 因为那时候 情势也比较危急 这个荣敌 都要入侵 中原 所以他能 团结 大家 九和 诸侯 重要的是 尊王 攘仪 让所有 诸侯 都能尊重 周天子 然后 攘仪 就是抵御这些 外族 一 框天下 这框是 框正 当时候 天下 这些诸侯 都比较 无礼 都比较 僭越 然后他 带头 来做 表率 尊重周天子 其他的人 也尊重 佩服他 也跟着 效法 让天下 得以 框正 管众 之 谋也 这多亏了 管众的 智慧 谋略 才达到了 这样的 效果 这是 叙述 管众 跟 包属 雅的 交往 过程 接着 管众 说了 管众 约 无死 困死 这个死 就是当初 我当初 很贫困 肠 与 包 疏 骨 这个肠 我们应该都 很熟悉了 就 曾经 大家看到这个长字 有想到哪一句经文没有 无常求骨 人人之心 或以恶者之为 哇 你们都没反应 范仲淹 岳阳 柔记 这个长 就是曾经 这股呢 就是经商 我曾经跟包叔一起经商 分财力多 自语 在分钱的时候 自语就是 给自己 就多拿了 报叔不以我为贪 报叔不觉得我是贪心 知我贫也 知道我贫穷 家里需要 无常为报叔谋事 而更穷困 他曾经 帮 报叔 办事 出主意 结果出了 几次 反而让 情况 越来越糟 更穷困 就是 陷入 那个窘境 报叔不以我为鱼 报叔不觉得 我是愚笨 知识有利不利 也 因为报叔知道 这个时机 有利跟不利 我是刚好都遇到时机很不利 不是我笨 大家边 读这个文 边关照一下自己的人生 你假如遇到一个朋友 你多拿的时候 他不觉得你贪心 知道你家里贫穷 还有你给他出主意 出了好几次 都砸锅了 更惨了 他不责怪你 还觉得 这刚好十节姻缘 接着 无常 三世三建筑于君 这个四是当官 三世当官 建筑 这个筑就是 筑出 被罢黜了 本来当官 当得不好 领导把他 fire掉了 把他辞官了 免职了 三次当官了 三次都干得被人家免职 报叔不以我为 不孝 不觉得我是无能 知我不招时也 没遇到好时机 好领导 无常 三战三走 我又曾经 三次打仗 三次都 失败 赶紧逃走 报叔不以我 却 这个却是胆却 打仗最重要的 勇气 我失败逃走了 报叔不觉得 我是胆怯 知我有劳母也 知道我还有劳母要奉养 不能死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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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管仲 曾经辅佐过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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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候是招呼跟管仲 辅佐 公子 公子 一起辅佐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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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了以后 这个招呼很有气节 他马上就自杀了 跟自己的 组织一起死 但管仲没有死 他被关起来 招呼死之 无忧求受辱 被囚禁受屈辱 报叔不以我为无耻 报叔不认为我不知羞耻 知道啊 知我不修小节 而此公民不显于天下也 报叔非常理解我 我是不为这个小节感到羞耻 而是怕 自己这一生 不能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 留名于后世 这个才是我最羞耻的事情 公民不能在天下显扬 接着管仲讲了一句 非常真情的流露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抱之也 诸位学长 你们交的朋友当中 有没有你的朋友曾经感动的对你说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某某朋友同人也 但是我们现在 这整段文章读下来 我说任何人遇到报叔亚 都会被他的诚心感动 这么样的信任 这么样的支持我们 我们假如不真干 我们假如不真正 与心相交 感觉好像对不起这个朋友 大家读着读着 有没有觉得这个报叔亚 挺傻的 人傻到别人都不想欺骗你 那个是智慧 那个是修养 那当然 这个报叔亚也确实 能看到 管众内心世界 那管众有没有缺点 我想是有了 但是呢 报叔亚 都是看人家的好 再来哦 报叔亚都是死死以天下为重 他念念想着呢 管众可以利益齐果 后来成就了这个姻缘 接着 这文章讲到 报叔寄尽管众 报叔亚 禁呢 就是推荐 建举 管众 以身下之 下之就是 居管众的部下 子孙 四路于其 他的子子孙孙呢 四四代代呢 他在 齐國 享 奉祿 因为他有德行啊 他念念为国家 着想啊 雞塞之家 必有余庆 他的后代子孙呢 有 封义者 封义 义就是 国家 封给他们的 地方 那个地方就属他们管理 这个地方所收到的 这些人民的纳税 都由他去掌管 有这个丰益的后代 就超过十四 十余四就是十几四 常为明大夫 而且都是很有德行 文明于国家社会的好大夫 天下不多管众之贤 而多报数能知人也 这个天下不多 这个多是指赞美 当时候的天下人 以至于后世的人 比较不多赞美 管众的贤财 反而更多的赞美 报数能够知人 能够识别好的人才 进而去推荐他为国举财 所以敬贤受上上 这个不只是为国家 为整个自己的团体 甚至为了文化的沉船 推荐财 推荐贤贤责之人 会得到老天最大的封赏 因为这样会利益的 人群跟时间非常深广 避嫌 嫉妒 让团体国家用不到贤财 马上会遭天前 很明显的处罚会看到 我们曾经举过齐国礼师 嫉妒自己的师弟韩非子 最后他后代都被诛杀了 避嫌蒙嫌路了 敬嫌受上赏 这一段就做了最好的注解 子孙嗜路于情 有封义者死于事 常为明大夫 接着讲到 管仲既认政向齐 担起了重任 为齐国的宰相 以区区之齐 在海滨 通祸积才 富国强兵 与俗同好恶 这个区区就是小小的意思 以一个小小的齐国 而且还位处于海滨 位处于边陲的地方 流通货物 通货 积才 积聚财富 而且还富国强兵 等于是正通人和 百业兴盛 国家军队也很强 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得明星 人民团结 和睦 就能兴盛 与俗同好恶 这个俗就是指人民 他时时想着 人民需要什么 人民需要财富 需要养家活口 需要生活安定 这都是人民需要的 所以孟子讲了 民之所好 好之 民之所悟 悟之 人民不喜欢的 坐监犯科 这些行为 厌恶这些行为 孟子有一段话说 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 民亦 忧其忧 以人民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 去成就 人民的幸福 人民也会为你想 怎么让你幸福 时时想着 怎么去 化解人民的忧虑 那人民回报回来的 也是常常想着 你的忧虑 所以能 以父母的心 来照顾人民 那一定可以 望天下 就是把整个国家 带得非常好 人民团结一致 都来自于 与民同 忧喜 同好恶 其实就是 跟人民的心 完全结合在 紧密在一起 都是为他们想 好 顾其称约 顾其称约是指 顾是所以 其就是指管众 所以 他说到 仓领 时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 入 仓领 仓是指 放 古类的仓库 领是指 放米的仓库 其实就是 存放粮食的 这些仓库 都非常充足 人 生活没有匮乏 吃得饱 才知礼节 一般的老百姓 你让他都哀饿受动 然后叫他来 重视礼节 比较困难 他要先 就生活无忧了 他进一步 来学习这些 忠孝 结义的道理 所以他能理解 老百姓 这些生活的需要 衣食足 衣服 食物 都非常富足 人民 慢慢的 他就知道 能 融入 什么是光荣 什么是羞耻 所以让他们 吃得饱了 进而 在教育 他们 礼节 融 入 所以孔子 在论语里面 也是讲到 父之 进一步 再 教之 让他们 生活无忧了 赶紧要教他 假如生活无忧了 不赶紧教他 慢慢越来越有钱 社会风气就会堕落 孝平 不孝仓 整个道德 道德仁义 跟财富 没有并境 越来越有钱 道德观念 没有提升 社会容易扭曲掉 这个在很多 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 就很明显 所以这个 管仲也点出来了 先让他 生活无忧 进一步 再教他礼节 教他 融入 这些 道德观念 下面也强调 上福度 则六亲故 上是指 领导者 福 就是能实行 自己能实践 上位者能实践 度是指 法度 礼仪 就是他 带头 守法 守礼 他的行为 都是跟 圣贤 教诲 相应 这一点 清国 清朝 开国的那几个 皇帝 做得很好 康熙 雍正 乾隆 尤其康熙 做得非常好 他都是 带头 做 比方 皇帝 那个时候 都有 祭 农 神 众事 农业 几千年来 是以农 立国 而且皇帝 亲自 耕田 那时候 康熙 皇帝 为了在 耕田的时候 耕的水平 比较稳定 自己私底下 还常常练习 代表他很重视 给人民 做个榜样 自己 清耕 重视 农业 好 所以 上位者能真正以身作则 则六亲 故 上位者也 做出 孝道 落实这个五伦八德 那这个六亲 就会非常地稳固 团结 六亲是指 父子 夫妇 兄弟 父母 兄弟 妻子 这几个关系 六亲 故 康熙皇帝 是很孝顺 他母亲不在来 可是他对他奶奶 很孝敬 有一次 他奶奶 孝庄 有一次要出去 请几个人 扛轿子 结果他奶奶 不忍心 这么远的路 这几个人会很累 那还是 坐车 就好了 结果毕竟 他奶奶年纪大 大家想 康熙 皇帝的奶奶 那岁数最起码 要多他四十岁 左右 结果实在 因为马车颠簸 老人家骨头 还是受不了 所以 这个奶奶就 哎呀 我还是有点受不了 康熙皇帝说 奶奶 我请他们一路跟来 就是那些扛轿的 虽然奶奶拒绝了 但他很细心 怕奶奶中途 还是受不了 所以赶紧 换上这些教夫 继续后面的路程 虽然是一个细节 但是可以看出 康熙的笑心 非常细腻 想得很周到 接着讲到 世为不脏 世为是指 礼义廉耻 不脏就是不能发扬光大 国乃灭亡 乃就是救药 国家救药灭亡 这一段话 在管众的文章里面 有讲到 国有四为 就是礼义廉耻 一为亲 就有一为不足了 一为绝 则亲 二为绝 则为 礼义廉耻耻 只要有一为 不足了 严重缺乏了 这个国家社会 就倾倒了 问题就会 层层不绝了 二为则为 假如两个 四为不足了 那这国家危险了 三为绝 这国家就要翻覆了 假如四为都没有 四为绝 铁定就要灭亡 好 我们从管众这一段话来看看 我们自身 跟我们的下一代 现在思维是什么情况 大家笑什么 我们现在来思维 面对情况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些都是古圣先贤 他们的话都很值得我们 省思 只要这个四为的德行没有 它再有博士学历 它再有再多的财富 他的家庭社会 还是要亡掉 所以这个 得者本也 值得我们深思 好 下令如流水之源 上位者下命令 如流水之源头下流 等于是上位者就是源头活水 而这个下的令要怎么样 顺明心 才好 顺了明心 下流以后就通达无阻 正通人和 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还是很强调 上位者要做榜样 要考虑人民的实际情况 法令要能顺明心 而且这个四为也要上位者来做表率 顾论 卑而易行 这个论是指政令 卑是平易 这些政治命令 不会太繁琐 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需要 论卑而易行 易行就是易于遵守 孰之所欲 困而予之 这个孰还是指一般的老百姓 他们所欲 就是所希望的 因而予之 能洞察到人民的需要 然后就给予他们 孰之所佛 这个佛就是厌恶 不喜欢的 因而去之 就是把这个不好的法令 把它去除掉 或者是不好的社会风气 把它矫正 那人民他就很欢喜了 他的生活就越来越好 安定了 这个是谈到管仲治理齐国 他的这些做法 政治理念 齐为正也 善因祸而为福 这个为正就是治理这些政事 这个管仲很有谋略 脑筋也很清楚 善于把本来是祸的事情 转成福 转失败为成功 为什么他能因祸得福 转败为功呢 因为他考虑事情 能够贵亲重 就能重视把握到 就能重视把握到 轻重换机 胜权衡 就谨慎恒良 利害得失 当然也是考虑得很远 全良 这些利弊得失 环公食怒烧鸡 难习菜 管仲婴儿乏楚 打仗毕竟不是好事 以前古代 打仗都是凶 不得已才打 结果这一次 齐环公生气去打仗 因为齐环公有一个 妃子叫菜姬 她这个太太 有一天跟她出去玩 然后齐环公坐在船上 这个菜姬很会 很懂水性 也会游泳 所以她就跟齐环公开玩笑 就把那个船 荡了一下 齐环公 可能不大会游泳 所以被她惊吓 结果一惊吓 这齐环公很生气 你这个女子 怎么可以跟我君王 这样乱开玩笑 就罚她回娘家 闭门失过 这也挺有道理的 也没有修掉她 闭门失过 结果也挺夸张的 这个菜姬的父亲 就是菜国的国君 这女儿不像话 她也不反省 还把她女儿又改嫁给另一个人 哇 那这个齐环公怎么受得了呢 所以就发兵 打这个菜国 结果呢 当然这是自己家里是 也不是什么光彩士 管仲很厉害 既然都出兵了 顺便打菜国连着的楚国 因为呢 楚国不像话 不尊重周天子 还自立为王三代了 都不进贡 没有进到围臣子里 这么一打 天下人关注到哪 关注到 主持正义 本来是家里的这种荒唐事 管仲把它一转 变成替天行道 所以 管仲因而伐楚 择包毛不入贡于周世 这指择楚国啊 太嚣张了 这包毛啊 这包是指包国 就是 果 果树啊 把它成捆 把什么东西成捆呢 精毛 精华的精 这个毛 精毛是指一种香草 用在祭祀的 常常拿这个东西啊 进贡给天子 他都没有做 所以无礼 这是一个事件 管仲确实转败为公 应获为辅 齐桓公使北增山戎 又有一次 齐桓公实际上是 增伐 北边的 山戎 这个戎底 结果已经发兵了嘛 北上了 而管仲因而令 燕修 少公之阵 因为刚好也路过 燕国 因为在周城王的时候啊 有三个大臣 周公 太公 少公 都是当时候的 圣贤 而燕帝啊 当时候就是封给少公 所以啊 就借这个机会啊 督促燕国 你们应该啊 恢复少公时候的善政 也教训了燕国的朝廷 燕国的国君 所以这管仲很会算 出一趟门 多做些重要的事情 好 这个 是另外一个事件 又有一件事啊 于科之会 刚好呢 齐国跟鲁国打仗 结果 齐国打胜了 然后呢 要鲁国啊 割一块地给他 结果就在这个科啊 的地方啊 在讨论 要割这个地方 给齐国 刚好 鲁国有一个臣子啊 叫曹末 他也很机智啊 当场 挟持齐桓公 挟持齐桓公说 你告诉大家 你不要鲁国这块地了 齐桓公他不答应 当然答应啊 刀都到脖子上来不答应 齐桓公把他说 好好我答应你 答应了 但是啊 事后啊 桓公 受不受得了 这个气啊 我泱泱一个大国 你居然这么欺负我 好啊 他心里想 我就进宫鲁国 顺便杀了曹末 所以桓公 欲备 曹末之约 管众 因而信之 这个信之就是 管众 劝齐桓公 你既然当众 答应了 要守信 不然你会 私信于天下 哇 管众看事情 不是看恩恩怨怨 看天下大局 所以贵轻重 胜权衡 这样很冷静的人 不情绪化的人 才办得到 结果 齐桓公也难得 管众讲的有道理 他也听了 他也把这个愤怒压下来 所以齐桓公压下 愤怒好几次 不简单 所以诸侯尤士归齐 因为最后他忍住气了 还是守信诺 反而天下人知道说 哇 齐桓公 面对人家要挟 答应的是还守信 这样的国君好 都来归附他 那是不是转祸为辅 转败为功 故约 所以说到 知与知为取 知道给他 反而是取得了 正之保言 这是从政的法宝 当然大家要了解 这个不是说要给的时候 就想着 嘿嘿 我待会就有了 那个心态就是错的 他与知啊 都是符合道义的 所以与知的 反而能取什么呢 取信于人 他做的都跟道义相应了 那他得的是人心啊 他取得的是 人的信任啊 所以 自古皆有始啊 明无信不立 我们之前信片里面 一直强调 孔子这一段话 没有信任啊 这个团体国家是很脆弱的 所以能与知了 失信义了 与知也是实时体恤 人民的需要 自然取得信任了 国家团结了 这是政治保言 政治的法宝 也是从政重要的 原理原则 好 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 讲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